美国联储局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2点宣布减息0.5厘 利率目标区间降至4.75%去到5% 正式结束历时两年半的急速加息周期 也是4年来首次下调利率 而根据联储局点赞图预测 年底很有可能会再减0.5厘 本港方面 汇丰、中银香港和渣打银行都宣布 将会下调港元最优惠利率25点指 意味供楼人士会比较少息 银行存款就会收少息 有业界人士预料 联储局在未来一年之内 有机会累计减息2厘至2厘半 香港一个月银行同业拆息 亦将会跟随下调